用勺子汤的芋泥浇糖布丁 你吃过吗 先把一整个芋头和紫薯上锅蒸熟 5个蛋黄搅入白糖搅拌均匀 牛奶奶油倒进小奶锅里 开小火慢慢煮 煮到边缘起小泡泡 倒的时候要注意边搅拌边倒 这样不容易结块 为了让口感变得更细腻 要锅一边筛 芋头和紫薯蒸好了 去皮将芋头切块 打的时候要加点紫薯 这样子打出来颜色才会好看 黄油增加口感 白糖增加甜度 再来一点奶油和牛奶 搅打到细腻顺滑 装进表面袋里挤到杯底 倒入蛋液 用水浴法来烤 这样蛋液会变得更嫩滑 放入烤箱180度30分钟 像这样表面起虎皮了就可以了 撒上白糖 可以稍微撒厚一点 家里没有喷枪呢 可以像我这样用烧过勺子慢慢清点 停留的时间不要太久 要不很容易焦哦 你听焦糖脆存就好了 粘柔细腻的芋泥 搭配上嫩滑的布丁 还有焦黄脆脆的焦糖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